地底财尽在运通 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下午的三号破证 今天我想大家最讨论最多的 就是有关于对岸的军演 其实说真的 我不想浪费时间去讨论这个事情 我觉得我们来关心一下 怎么赚钱比较重要 所以等一下我会针对 接下来的操作规划 还有些持股的调整来跟他聊 就比如说今天金星科的掌听 我相信金星科应该 我也不是第一次在节目上 跟他分享的 秉持着我逢低布局卡位 我相信金星科 他绝对就是目前在底部 非常明确的股票 这才是一个重点 等一下来聊 今天大盘呈现一个带有量的格局 当然这个国安基金自己也承认 他没有进场互盘 所以本来今天盘是先中错200多点 之后稍微拉回 最终的小涨还是小跌 但是还好关键是什么 关键在于说今天这几天的拉回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这几天的拉回都还是在这个 沿着26日移动平均线 进行一个震荡的整理 在震荡整理的拉回过程之中 就像我讲的 这边不管他最终拉回做二的修正 哪怕做双脚的修正 有可能会稍微再回撤 一万三千九百二十八 当然我们不能排除有这种可能 但是不管如何 在这一波整个 最近这几天拉回的过程中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这个筹码还是算稳定的 筹码还是算稳定的 所以在上个礼拜的节目 我有跟他提到 如果大家没有印象 可以去看一下上个礼拜的节目 上礼拜节目就跟他提到 就是说当每次大盘拉回的时候 它的主流它其实是会改变的 而掌握这个主流 当然它是有难度的 很有可能昨天抢了今天路 今天路的明天病抢都有可能 你看像昨天有些股票很弱 今天就突然很强 你看像什么台办 对不对 昨天很弱今天都很强 当然有些股票还是蓄落 像这个事情 今天持续跌停板 已经连续大跌三天了 大跌三天了 那你看 这就是我要跟他讲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当然 今天这些弱的股票 有个共通点 什么共通点 普遍都涨多了 不单单是事情 你看一下 今天还有一档股票也蛮弱的 叫什么全有 这个都是短线来讲 我们算涨了很多的股票 当然你说涨了十几只涨停板 稍微打个一只跌停板 有关系吗 当然我绝对是没有什么关系 那看你买在哪里 如果你买在这边 你也没差这只跌停板 问题是你买在这里的就有差 所以你看到在我整个布局规划下来讲的话 像自行中涨多的股票 基本上来讲 它永远都不可能出现在我的投资组合里面来讲 为什么 因为我坚定什么 逢低布局 我坚定抄底 我要的股票就是类似像 金星科拉回修正 甚至于抄底 我相信这样子的股票 在有基本面的加持之下 你看像今天有些股票公布营收完之后 今天都是呈现大涨 巨洋就是最好的例子 等一下再聊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到就是说 为什么我要坚定的在布局这样子的股票 当然有风险上的考量 再来我说过 比如说今天你问周老师 周老师我们来做个波段的规划 那当然所谓的波段规划 我们最少都是从三层起跳 你说涨个两层那叫波段 那不叫 那还是算短线 比如说我们至少要有三层的行情 甚至于到翻倍 当然这边我不能跟大家保证什么翻倍 跟着我参加我的会员 你们会有翻倍的利润 这变得有点像保证获利 当然不行 但是我觉得这是可以讨论的 大家懂吗 它是有讨论空间 有想象空间的 你说你今天来问我 周老师这个字型拉回 可不可以买 涨上去还没有空间 有没有两三层的空间 五六层的空间 不好意思 这我不敢跟大家讲 这我不敢保证 但是反过来 如果你今天问我金星科 往上有多大的空间 不好意思 他是有讨论的空间 为什么 因为人家在地道 大家懂了吧 所以今天我们拿金星科 跟拿这个4162的这个字型来做比较 大家懂了吧 什么叫天与地 什么叫天与地 感觉就可以分辨得出来了 所以我相信金星科 应该也不是我第一次在节目上分享的股票 你看从金星科拉回 你看我们从六月开始 你看大部分都是以当冲钓为主 有流仓 但是我这边没把它标记进去 但是没关系 成本差不多 大概最低的成本 大概240块左右 大概240 230左右 最低的成本 那我们把已经当冲钓的去累积来看的话 金星科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累积的加差就高达95块了 光七月份这边你看 七分基本上来讲我都是当冲钓 那也是有流的 那昨天在大盘拉回的当下 一样有带会员买进 但是昨天因为加差太小 所以这笔仓 这笔单就被流仓了 昨天236 238买进了 这是昨天的 因为昨天区间太小 没买错 哇根本没法走啊 走不起了 你懂吗 所以你看 你说我昨天有没有当冲 有其实有 但是我没有把它 因为利润不大了 我就没有把它列进来 但最近是有 像这个金星科 勉强要冲当然是可以冲 重点是肉太少你知道吗 所以这笔单都留下来 留下来之后没想到 哇今天你看大赚啊 对不对 一张拿差3万块的价差 你看你昨天买235的 对不对 买236的 今天262 一张价差将近3万块了 有没有讨论空间 有没有 如果你今天来找我说 抓事 我们来规划一个五成以上的这个 比如说波段来讲的话 有没有空间 有 但是要买对股票 如果你先去买志勤 你去买全油 我问到我没办法 但是如果你今天 针对金星科来跟我讨论的话 我告诉大家好了啦 肯定是有空间的嘛 懂吗 你光看我们已经赚到的价 他去算一算 对不对 如果把这个推回去的话 盈利的空间找过超过五成 那懂了吧 所以你说做价差重不重要 现在回头来看 你会发现那很重要 当下你可能会觉得没感觉 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到 就是说今天 什么叫做 短线波段的规划 借由价差的辅助来累计什么 报酬率 提高报酬率 他懂了吧 波段要谈吗 当然要赚啊 只要有些股票 它体质好 基本面好 当然要赚一个波段嘛 那相对的短线 我们也不要放弃掉 这都是我的一个规划 所以我相信从金星科的案例 我只是要给大家传达一个观念 传达什么观念 好股票它是不会寂寞的 我只能这么讲 真的 也许你现在看起来 感觉起来 它好像才刚开始 但是别忘记了 很多标股 一开始大涨之前 也都差不多复制 像类似金星科的模式 你去看智琴 它大涨之前 难道它不是这样子走的吗 它不是也是先下后上 你要一根长黄往上破之后 你要慢慢慢慢往上供应上去 当然我不是要告诉大家说 金星科有机会复制 像智琴的模式 但是我只要告诉大家 任何的股票在跌升完之后 它是非常急剧 有想象空间的 你现在回头去看 当你看到智琴 也可以大涨一倍两倍的时候 你有没有注意到 人家是怎么起来的 人家也是先下杀 后反弹突破 慢慢扭转所有的均线之后 才有今天的智琴 所以大家了解到 就是说现在的金星科 有没有可能是在复制这一段 智琴的这一段 我留给大家一个悬念 你自己去想 不然听我说 好 那当然金星科 未来的走势会如何 我们会 我当然会持续的追踪 因为我觉得在大盘今天 这么疲弱的情况之下 别忘记 大盘今天是先跌蓝白点 所以看到金星科的 这个走强 我觉得投资朋友 大家了解到 你要对这些跌升的股票 有信心 大家懂吧 你可以不跟我做当中 都没有关系 你看我到目前为止 我所有的股票都是公开 没有一档是折起来的 记不记我今天跟大家聊 这个1477的巨洋 大家没印象 我昨天下午的节目 我有提到 我说如果以让我来选的话 我昨天不是举例吗 我昨天 我昨天还是举玉琪的例子 对不对 我昨天是不是举说 如果你让我来选 一个打M头 跟一个打W底 我敢买巨洋 我昨天是不是这样做比较了 我是不是拿玉琪 跟那个巨洋做比较 那事实证明嘛 你说你今天 你去买玉琪会不会赚 有啦也是有赚 但是我告诉大家 风险大于利润 可是你如果听我的话 去买巨洋 利润大于风险 你看今天的巨洋 有没有看到 带领会员买进 看一下一般会员 有没有看到巨洋 筹码跟底部的结构 表现符合做多的要件 空手的144 145买进 亲爱的一般会员 144 145是不是最低点 今天最低是不是144 今天收盘多少152 大家懂我意思了吧 当你在跟我讨论 像玉琪这种股票 能不能买到当下 我给你的答案非常的直接 买 不是 大家懂这个道理了吧 懂吗 你说 今天如果说要我来 做一个波段的规划 我绝对是要拿这种低档的股票 我才要办法去做规划 我没有办法拿那种高档的股票 涨多的股票去做规划 大家懂吧 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到说 今天你来找我 你今天要参加我会员 不管你要参加哪个老师会员 也许你觉得其他老师比我更厉害 没关系你去都没关系 给你做比较 但是今天如果你来找周老师 你来找我 我只能告诉你 我能给你的就是这个 我们就是以跌生的股票为主 在底部的股票为主 然后顺势操作 当天有买当天赚 然后慢慢的透过累计价差的方式 来提高报酬率 就是这么简单 我每天讲的东西 其实变化都不大 对不对 虽然说每天讲的东西变化不大 对 所以股票开始会有变化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今天我测试上面的股票 已经跟之前看到的都不太一样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像瑞玉 智邦都是新的 创委也是算基本持股 但是因为最近一直在跌 我一直到今天才出手 先避开它下跌那一段 那细创是已经略有转强的这个迹象 这个之前也跟他分享过 不管 穷则变变则通 三不转路转 今天盘面 以后盘式会如何 说真的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 掌握得非常的坚准 你问我我也会告诉你说 哇 你要把每天的转折高低点 甚至于你可能问我说 你明天要买什么 说真的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明天要买什么 因为以我们做短线当初来讲的话 必须要贴合牌面 要看今天的牌面 哪些股票比较有机会可以做到 价差做到当初 所以这不是没有办法很难从前一天去判断的 大家懂吗 这是经验 这是经验 就比如说我昨天你看我公开 你说昨天我没有聊到金星科 那至少我昨天是不是公开提到这个巨洋 对不对 我讲得非常清楚 我说今天以预期跟巨洋来做比较的话 我相信今天你听我的话 对不对 你去买巨洋你今天会比较开心的 也许你觉得说周老师不会啊 我今天买这个预期也会有小赚 我也很开心 我跟你说 再过两天你就知道 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天堂跟地狱之间的差别 慢慢的你就会有感觉 大家懂吗 如果你觉得你没有办法掌握 这些股票的这些买卖点的转折的话 比如说周老师 我也认同你 昨天介绍这个巨洋真的是不错 事实上真的不错啊 你看7月的营收创历史单月的新高 大家懂个意思吧 可能你会觉得说 营收创新高那股价流到它迷迷茂茂茂 大家别忘记了 纺织股来讲的话 一般来讲上半年都是淡季 所以它股价被修正 这个也是情理之中 可是随着第三季开始陆陆续续的旺来 这个到来 大家别忘记有什么圣诞节的采购的旺季等等 所以说你看 今年的营运还是会比去年大好 所以股价压回 我只能这么讲 对巨洋这种纺织股来讲的话 你一定要在它景气的最低点的时候 你才能买得到什么低点 在它景气最热的时候 刚好是高价 该把它卖掉 这样听到好不好 它是一种景气循环的概念 大家懂了吧 你要懂得那种tempo 那个转折 当然可能就说 照生到我不买巨洋 我买其他可不可以 这个看个人 因为我在选股上来讲 我不可能把中心买太多在纺织股上面 我要分身稍微布局 所以为什么说三不转路转 所以你看为什么会有瑞玉 为什么会有资邦这些股票 这都是 我现阶段接下来 在操作上的一个持股上的调整 瑞玉就是最明显的 因为它毕竟也是IC设计的股票 我们现在看一下瑞玉好了 今天的瑞玉一般般没有说很强 并没有说很强 但是今天还是一样 小赚一点点 小赚一点点 好 那为什么我要选瑞玉 一来 从营收来讲的话 真的无可挑剔 我说真的 亲爱的投资朋友 如果我们今天 硬要从基本面营收去选股票的话 我相信瑞玉它绝对是 口袋名单之一 上半年赚了将近20块 当然我们不要拿去什么 跟大利光去比 因为股价差了一个零 当然不能这样去比 大家懂吧 但是不可否认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这一波来讲 很多高价股其实表现得不错 当然今天有一些高价股 像普瑞就被修理了 但是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 我们要去看强的股票 我们要去看一些强 表现强势的股票 在这一波高价股里面来讲 你看包括像这个利旺 你看利旺的格局也不错 可惜股价太贵 不然的话像这种股票我也会带 因为我觉得它的格局 它的架构来讲的话 真的都是比较偏向站在买房的 那后来我们等一下聊的这个 智邦也是一样 你看今天除息 淼天喜 还有今天要跟他聊的瑞玉 其实瑞玉我已经跟他提好几天了 好 那为什么选瑞玉呢 就像我跟他提到的 以这一波IC设计来讲的话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不是所有的IC设计都很强 你看今天的创委还差点创新地 包括资源也是 所以就可以知道就是说 就整个IC设计来讲的话 它的强弱其实分别是差很大的 也造成悬谷上是有难度的 所以在这两天大盘压回的过程中 我就开始在判断 就是说第一个 如果说今天我非得要把我的投资组合做调整 那我又希望能够兼顾到基本面 因为总是要拿得出东西可以讲 比如说今天你来找周老师 周老师阿里有什么被酸瑞玉 我除了跌生 我总不都跟你讲说 因为跌生那你不会认同 所以我们再加上一点 它的想象力跟故事 来看一下 上半年赚的19.27 那为什么它还是可以持续地赚钱呢 因为网通晶片的需求还是非常的强劲 对不对 它现在在进行库存条理 所以说对于下半年的库存的条理 它是比较呈现比较谨慎的正面 所以谨慎的正面 当然厂商它的回答就是说 他们认为等到库存慢慢去化之后 该赚的钱不会少 大家听得懂他的意思了吧 所以说现在还是在做一个调整持股的 这个仓库的这个库存的阶段 可是不可否认的 我个人看法 以上半年来推估下半年 不一定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我不是说下半年你还可以赚20块 但是至少我认为 以那上半年所讲出来的成绩来讲的话 你说有没有被影响到 有 有没有被这个上海的这个封城影响到 还是有不然不会多跌这一段嘛 懂吗 表示说在整个超跌的情况之下 股价还要进行的修正 加上底部这边也出现非常积极的买盘 所以我个人看法 逢低减便宜的这些买盘 它是实质的 它是有的 这样懂了 这就是一个选股上 当然了可能大家头中会觉得说 我选股的方法跟其他某些老师 跟其他老师可能不太一样 当然了 闻到有先后数学有专攻嘛 每个人擅长的东西不一样 我擅长的别人不一定擅长 别人擅长我不一定会懂 所以说每个人的操作模式跟逻辑都不太一样 好一个重点而已 探紧不探紧嘛 如果我的方法是对的我会赚钱 那当然你要相信我的方法 大家懂了吧 所以我们等一下回头来看一下 今天的乐域细创这些怎么做的 时间够的话把它讲完 不够的话留着明天再来跟他报告好了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聊一下乐域的操作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陈东东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迎命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陈东东部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成都投赋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陈东东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迎命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陈东东部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成都投赋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 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 避免出门 家里可以事先准备 三日份的食物饮用水 检硬的急救药品 盆栽小型家具等 药已经室内 或者是加强固定 一旦高生灾情 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 进行撤离 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用灾盘来临时 才不会手忙脚乱哦 提早做准备 台风来袭也能冲容应对 好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得到 就是说为什么 在大盘拉回的过程中 我开始进行一些 股票微幅的调整 打个比方来讲 大家有没有印象 我之前说我喊出这个天狱 有没有印象 我没有卖在最高点 卖150几我也忘了 其实有些股票卖掉 我自己也忘记了 我只能说我卖的是对的 他今天除息并没有填息 股价打到快跌领板 不管如何 大家都有意思吧 就是说今天 为什么有些股票我要卖掉 就好比说你看我把这个星星卖掉了 你们能说我错的吗 他今天破心立业 如果我这边没卖掉 我如果174没卖的话 哇 今天一张三万都会就没了 你说你们觉得我卖的对或不对 大家懂吧 所以我觉得很多投资本 一定要理解 就是说今天 你在找一个老师 你要跟一个老师 当然啦 如果你喜欢那种天花乱坠 每天都在表演又掌听板了 那拍谁 我没有天天又掌听板 事实证明我没有 偶尔有有可能 今天金星科的掌听板 那掌听板当然要拿来讲一下 对不对 总不能被人家气势比下去了 但是这不是我的诉求重点 如果我告诉你说 哎呀 跟上我的脚步 天天有掌听板 那感觉起来你们会觉得 好像在骗人的 但是你说今天跟着我 做做短线做做当冲有没有 事实证明几乎天天有 几乎是天天有 昨天其实有 我只是没有把它拿出来讲 我们来看一下瑞宇好了 瑞宇八月一要开始布局 三百三 三百三十三 那天现买现钻做当冲 大赚十八块的加差 这是昨天的 其实我昨天有做当冲 我只是没有拿出来讲 你看昨天是三三三三三五买进 挂价三百四十四 当冲昨天大赚十一块的加差 这是昨天就是昨天 今天一样八月四号 三三七三三八买进挂价三百四十五 小赚八块钱的加差 不大 但是可以事实地证明 以瑞宇最近在拉回 做整理的过程之中 逢低接逢低接基本上都是对的 这就是一种持股上调整的什么 一个微妙的变化 但是很多投资本可能 就没有办法这样拿捏 我再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时间的关系可能来不及了 我们讲一个最近才一直很弱的 我们看一下创伪 为什么我要买创伪 一来跌的构深再来 我相信它也是会复制 类似有点像金星科的模式 因为有些股票跌升完之后 在基本面没有被破坏的情况之下 拉回其实都是早买点 我相信创伪跌升 应该这是大家公认的 110 111买进 买完之后突然间急 我创117出掉了 大家懂这意思了吧 本来买只是因为想说低接 毕竟跌升了嘛 没想到伪盘急拉 伪盘基金把顺势做当中 包括像其他的股票也是一样 细创也是 资邦留得明天讲好了 资邦可能来不及 细创也是 细创我早在很早之前 就跟他分享过 但是这段时间我没有提他 他其实比较类似像巨洋的模式 不是巨洋 瑞玉的模式 你看上班人大专20块 股价只剩多少 160 还差还比瑞玉便宜很多 所以你说整个排面上来讲 我这么说好了 很多股票是被低估的 只是说这种低估 它的这个评价的方式 可能每一个老师 他的算法 讲法不同 但是就我的判断来讲的话 事实证明有很多IC设计的股票 都是严重超跌的 细创也是最好的例子 你看嘛 大赚20块 但是股价还是被修理得这么惨 所以你说市场会不会还他一个公道 当然这个有待时间来证明 但是我觉得冯迪卡会 基本上不会吃大亏 156 157买进 挂加161 把它当冲掉 今天赚了不多 赚个5块钱的价差 不多 不多 当然懂了 好了 资邦流的明天再来聊好了 总而言之 赢而总之 对岸要怎么玩它的飞弹 我不知道 听说要演习三天 搞不好会演场都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亲爱的投资朋友 那样有信心 有信心不是说就明天解定存 大买股票 不是的 就是说我建议大家 试着去布局一些 我讲的这些比较 也许超跌 但是它的价值是非常不错的股票 我相信也许半个月后 不一定一个月 也许半个月后再回头来看 你会发现到 真的有些股票 它的投资价值是慢慢浮现了 只是没有人告诉你而已 但是做好事已经提醒你了 好了 那如果这个分寸 你真的还是无法拿捏的话 也没关系 跟上做好事的脚步 有任何不了解不清的地方 都非凡欢迎你 跟我们线上的助理进行联系 好了 那当然你还有持股的问题 也可以透过粉丝团 可以进行线上的交流 也可以询问我 好了 那节目中的 欲出所有投资朋友 超市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锁店吗 你可以帮我来开门吗 来了 开门 不白 你们在干嘛 我还带钥匙 这我家耶 你睡了吗 我还没被弄死 不白 你累了吗 精力充沛 你的被弄的要是在这里 你的在这里 你又知道 保力达蛮牛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逐利作手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回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其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成通投资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福利 成通投资 值得托付 零二27525868 27525868 成通投资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逐利作手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回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